EJ 智能睡眠养生剂 从睡眠创造健康 大家好 我叫徐清娃 来自写兰河 人家龙 今年40岁 从事家居装修行业 我在2018年年头 验到自己有糖尿病 糖尿病指数蛮高的 那时候我不接受 我去给另外两家验 在重生结果一样 我那时有问医生 为什么我会做糖尿病 我这样年轻 又饮食盲面又没有能吃 那时医生有问我咯 你的家族有 这三胶这方面的问题吗 我就说有 我爸爸 我的姑 全部都是 有糖尿病 高血压的问题 所以他就跟我说 你是属于遗传性 所以没有办法我至少接受 刚开始的时候 医生是给我一天吃一粒药 糖尿病的药 因为我的吃药 还是维持的蛮高 八九点 有时甚至到七到十点 十一点 都有 所以我由一粒药 吃到一天六粒药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可能我 整个人很疲累 不经大财 早上睡起来的时候没有精神 中午一定要小睡 半个小时才有精神 做下半天的工作 刚好是在2019年的时候 我经过朋友的介绍 认识了Heli Heli有跟我说 M9这个医疗器材有防住到 那些三高糖尿病人 要吃越吃越少 甚至有些不用吃药都有 所以Heli就拿了一张医疗器来 借我使用一个星期 那使我使用一个星期 真的感觉到不错 我的精神也是好得很多 所以我决定买了这个医疗器材来自己用 因为我不想靠一辈子吃药 也看到我的耳骨 就是因为糖尿病没有不好 早知药聚脚 我想不想 步入他们的后程 所以我使用了这张医疗器材 过了三个多月 我回去给医生 医生也奇怪 问我 你吃了什么 为什么你的糖尿病会下到这样每 4.8 我就笑笑说 没有啊 我只是 照你的药这样吃 所以医生说 如果你的糖尿病的指数保持这样美 下次回来 我会帮 开始跟你减药 在多三个月回去的时候 我糖尿病的指数啊 真的很美 医生就由六粒药 减到四粒药 多了三个月 我又回去播咯 水平也是保持很美 所以四粒药减到两粒药 所以我现在是一天吃两粒药 一天早上吃一粒 我会感觉到我现在也是很精神 很活力 不会像以前这样 无精大采 谢谢 Heli介绍这个医药器给我用 我从睡眠中得到我的健康 在此 注意大家 其实我们的健康是无价的 我们如果身体不健康 你再多钱都不是自己花 我认为是迟早是给医生花 所以 只要我们有健康 钱我们是得赚回来的 M-Life 从睡眠中创造健康 M-Life M-Life